大家好,我是圓圓 我在家裡隔離兩個月 講的假的 應該是騙人吧 好啦好啦 我的意思呢 它是我其實這兩個月都在家裡工作 對 因為我的公司Yahoo 它是一個美國的公司 然後因為美國那邊的狀況比較可怕 所以其實整個公司決定 要鼓勵員工在家裡工作 所以其實我想拍這個影片去為了給大家看 其實就算台灣的狀況還是非常好 但是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改變 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蠻幸運的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我是軟體工程師 所以我只需要一個電腦工作 我的工作不會受到一個那麼大的影響 然後在公司工作在家裡工作其實差不多 因為全部都是用電腦 然後跟同事還是去尋尋之類的 所以我今天要給你介紹 我在家裡隔離的一整天 哼 因為我之前真的非常非常喜歡在外面 我的生活都在外面 我真的很討厭在家 所以現在的改變真的蠻大的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真的影響到一點點我的心情 我覺得有點難過一直在家 早上如果可以的話 我喜歡早一點點起床 然後準備去運動 去運動先要騎機車出發 然後看到一個很美的風景 然後台北早上很早沒有那麼多人 不會塞車我覺得蠻舒服的 然後我最近就是說服Lucas 一起去減塵風 一起去運動 所以我們早上會去運動一下 因為如果一直在家 可能你的肌肉會變小啊 所以我們真的要繼續努力 不要放棄啊 對 回家的時候先去賣早餐 有時候就是去Louisa 有時候去一般的早餐店 然後通常會在家裡吃飯 去早餐的時候我會開始上班 我會開始看email 因為有一般的我的team 有一般是在美國 所以其實我早上起床 可以看到那個我睡覺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看email 回一些email 開始上班 所以在台灣 在美國的同事 大部分都在家裡工作 我們每一天 試試聊天 就是這樣大家都知道 還是有那種team的感覺 你不是自己一個人在家 你真的 你還是繼續跟整個team聯絡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中午來了 出門去買便當 然後 繼續買便當 然後回家吃飯 對 通常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呢 我覺得這樣可能 比較快 比較有效率 然後我還有一點時間 做我想做的東西 比如說喝咖啡 看書 我覺得這樣很好 你在家裡上班 比較有一點點的自由 所以有時候 你如果 覺得一直在做 有一點麻煩 你要伸展一點 我還是可以做一些提早 就是倒立啊 還是一些腹地聽聲 這樣身體不會覺得太 太什麼 身體不會覺得太 這樣 這樣身體還會移動一下 因為我真的感覺到 我之前去上班 還是每一天走路很多 但是我在家裡 可能比較不會 運動的那麼多 所以真的 要繼續 健康 是蠻重要的 然後 就是下午繼續上班 晚上的話 你看 OK 所以晚上來了 我要下班了 下班的時間 你如果在家裡工作 是怎麼樣 那我給你看 我現在要下班 所以我把工作的電腦 放在這邊 然後 然後呢 我把 剪片的電腦 放在這邊 就開始剪片 對啊 你看這個生活 這個生活 真的是 真的在家蠻久的 好啦 那我要繼續剪片 所以我這兩個月 基本上都在家 然後只有週末 我真的 週末比較會有 戶外的計畫 就是 去爬山 還是去 去閃遍之類的 所以我真的 一整天沒有走很多 不過 可能 現在真的不多 所以我晚上 煎完片 還是 找機會 就是 出去跑步 然後 現在因為夏天 已經蠻熱的 所以 越晚越好 可能晚上11點 會去河冰公園跑步 這樣真的可以用 全部 我還沒用到的力氣 對 然後 這樣你回家 真的蠻累的 馬上可以去睡覺 嗯 現在的生活 跟之前的生活 真的不一樣了 都在家 不會去很遠 只要 在家裡附近 一整天 晚上還是在家 剪片 然後比較孤單一點 你不會看很多 同事啊 你不會看 那麼多人 對 但是呢 有一些好處啦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很多公司 突然發現 其實 員工 不一定 全部都 每一天去公司 其實不需要啦 呃 因為他們發現 很多員工在家裡 呃 公司還是可以 運作的OK 所以我相信 可能以後 越來越多公司 會接受 員工在家裡工作 這個有很多好處 台北的塞車真的有點可怕啦 我每一天 騎進去回家 我真的很討厭 很多紅綠燈 然後 很多醜味啊 但是如果 可能 30-40%的員工 會在家裡工作 那其實路上 對天氣污染 對塞車 還有對自己 同情的時間 真的有很大的好處 我現在也不需要 只是每一天 一個一個多小時 呃 同情 我起床 來這邊工作 可能需要五分鐘 超快的 這個很有效率啦 這個真的不錯 所以其實我覺得 呃 這個可能是 台灣很多人 會遇到的狀況 可能比較多人 會在家裡工作 還是很多人 呃 有受到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疫情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們 還是算是很幸運 因為 你如果有看到我之前拍的影片 台灣算是非常安全 跟很多國家比起來 真的是蠻好的 我現在已經 呃 有點奇怪 已經找到我自己的 的速度 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有一點點的辛苦啦 有時候會覺得非常累 還是什麼都不想做 因為一直在家 對我的心情有影響 但是現在已經我覺得很不錯啦 而且現在夏天很棒 如果需要休息一下 也可以去陽台 喝一杯咖啡 然後再繼續工作 那些東西我覺得很不錯 好我想問大家 你們自己 呃有受到很大的影響嗎 你們的工作 你們的生活 改變了嗎 你們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嗎 我真的想了解 對這一次的疫情 生活有沒有改變 然後你們覺得 這個改變是如何 好 謝謝大家收看 請你們訂閱我的頻道 我跟你們說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好硬喔 要摸嗎 好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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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硬喔